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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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昨天就是2月29日 4年一孕 昨天也是星期六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到底下一个2月29日 又是星期六是什么时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Excel去找出這個答案 我們現在就看看怎樣做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需要利用到一個新的Excel Function 叫做Sequence 我現在就等於Sequence.seq 我會見到那個Function已經出來了 它的Function的Description很快去看看 Returns a Sequence of Numbers 都很明顯了 我現在按Tab 看看我有什麼Argument需要入 Rowse 舉例我要入十個Value 我只需要一個Column裡面 而StartValue是1 StepValue也是1 這個如果我這樣打一個Function的話 那個Return出來的Result 就是1到10 為什麼這個會是日子呢? 因為我之前做了一些Format 我現在轉回去做一個General的Format 我就會出了1到10 如果我想改變StepValue 我只需要在這裡改用 例如我想將StepValue變成10 那我現在呢 就出了一組Number 就是加10 上去 基於StartValue 當然啊 StartValue我都可以轉 我可以Start從100 但是因為現在我想解決我的問題 我想知道潤年 接下來的潤年 哪一個潤年的2月29號是等於星期六 其實我想要的就是 我想知道未來10個潤年的年份 未來10個潤年 我就開始2024 因為我知道2020年是一個潤年 每逢4年就是一潤 那這個潤年就變成4 我現在就知道 未來到2060年 即是這40年間 潤年的年份都在這裏 但是這些潤年我想focus 就是看2月29號 所以我就會用到一個date function 是將這個潤年 變成一個2月29號的日子 第二個argument 我就指明是2月 這個日期 日期 我就指明是29號 現在我就按Enter 那我就出了未來這麼多年的潤年的2月29號 轉回到一個long date 大家就會看得很清楚 2024年的2月29號是等於星期四 2028年就是等於星期二 2032年就是等於星期二 其實我就想知道下一個星期六是幾時的 所以我需要知道這一組日期內 哪一個weekday是等於星期六 那現在我就可以利用weekday這個 function 那我現在就打weekday 那我想這一組數字裡 如果是星期一就回到星期日 如果是星期一就回到星期日 如果是星期一就回到星期六 那現在我就出了一組這樣的數字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轉無日期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轉無日期 因為我們之前將它的formular設定了為日期 那現在我們就把它轉回到日期 那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那其實就是說 這個日期就是星期六 但是這個日期就是什麼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 你還記不記得 那我又忘記了 那我可以怎樣呢 那我回到這個formular 我想做一個logic check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等於星期六 等於六 那現在我就有一組true或false 那其實我就是想知道 true是一個什麼的日期 那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可以用一個if statement 我把這一組true和false 用一個if statement做一個logical text 如果它是true的話 那我就想要回相應的日期 而我的相應日期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個portion 那我拿回這個portion出來 現在我highlight它 copy 去這裡 haste 那這個就是我的value if true statement 如果它是等於true的話 麻煩你給我相應的日期 如果false的話 其實我是不需要的 基本上我連這個逗號都不需要的了 生括號 Enter 那這裡我就有一組數目字了 而這一組數目字是什麼呢 那我又轉回去做一個date去看看 啊 2048年 2月29日 星期六 那當然我不想我出來的result是一組true或false 還有一個日期的混雜 那我可以做少少手腳 一個很簡單的手腳就可以做到 我想在這個dynamic array 裡面 這一組return回來的result 其實我只需要一個minimum number 因為我想知道下一個 那其實就是說 In case 如果我這裡有兩個孕連的2月29日 都是星期六的話 我是想知道下一個 所以我用一個min的function 把它抓住 然後我按enter 那我就出到我的答案了 一組數目字 記住 在excel它是用數目字來儲存所有的日子 只要我們將這一組數目字 轉回一個long date的format 那我們就很清楚看到 下一個星期六 下一個2月29日的星期六 就是在2048年會出現